面对市场快速变化 业界开始广泛运用AI、大数据、高速运算等创新科技 因此企业已经面临到新形态企业机房的数位转型需求 更因应全球ESG与永续观念意识抬头 当企业在规划资料中心时 也必须将能耗、安全一并纳入考量 随着而来能想象到的是 能源管理、资讯安全、临信任网络架构等等的重要项目 在新一代的机房建制规划中 已经成为当今机房营运工具及大项重要建制项目 我们提供企业客户、资通讯基础建设 与各项系统整容优化 从资讯网络、工程的规划、建制与运务服务 优化资讯流程 更衍生到结合其他系统应用服务 更提高产业附加价值 我们的主要客户群推广针对医疗、金融、制造业 尤其台售集团、长庚集团的机房及工厂 是我们重要合作客户及其他企业客户 以国众多年的经验 我们认为网络工程尤其是机房内的基础建设 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像是盖房子打地基一样 在国众客户实际案例中 我们在数据中心的企业和校园网络 提供高频宽和关键物理基础设施 加上国众资通讯基础建设团队 所累积多年的建设经验 我们非常了解客户的需求 会以创新的设计方式和线染管理技术专长 以细腻的整容能力 让网络与各项系统搭配运作 顺畅不间断 更搭配盘定文件 完成高速技术力光纤通道和以太网应用 国众有完整的高效能永续智慧机房解决方案 能提供给我们的客户 高效能永续智慧机房与工业基础建设的解决方案 在台湾一般机房内会用到的 所有基础网络以及工业基础系列的相关产品 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就在Pendu Taiwan的展示中心 刚刚所提到的所有产品 在这里都有完整的展现 大家好 我是国众电脑Evita 今天来到Pendu的展示中心 首先我们在后面的背景板 可以看到工业基础建设的解决方案 而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通过严格的国际标准 而Pendu最大的特色 除了产品有优良的品质外 也很重视产品的创新及多样化研发 会依据客户的各种环境应用需求 多数产品皆以模组化的方式 以满足客户环境中的不同考量 这是抗UV20年的绑扎束线带 主要是针对户外的严苛环境及必需绑重的产品 寿命高达20年 最高载重120公斤 其中不锈钢的绑扎接头更是坚固 接着为大家介绍为了防止短路电流解决方案 它是符合国际认证标准 它的特性更轻安装更方便降低成本 我们也针对客户需求的客制缆线尺寸 符合了环境要求降低了被货的压力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大电流端子方案 以及电压检测方案 及无火接地解决方案 在机柜系统的部分 为了让配线能够更加的规律 可以采用四柱开放式机柜设计 或是二柱开放式机柜设计 能够提供垂直线管理 具备前后双面理线模组 还更具有特色的双态式门组 旧的封闭式机柜搭配烟囱式设计 可以让热风直接排入天花板 防止混风再搭配冷热通道的系统 使得空调系统达到最佳化 减少能耗的损失 能源减碳的目的 帮助企业落实ESG的成效 Pandu的智慧型区域机柜 分为壁挂室跟站立室 现在看到的是Pandu Penrose壁挂室外壳 每当网络需求扩增 不用担心办公室及空间不够 中不了大机柜 这个就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随着数据化的需求及复杂度的增加 基础架构的提升 Pandu透过电缆管理系统的优化 有效利用空间拓展性 不仅为日后的发展布线做准备 更利用了各式的配件 往上线缆的整齐及安全的摆放 即便线材的弯曲也有保护到一亿俱全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黄色光导槽 这是专门为光所做的跑道 光导槽是台卡榫设计 防止光纤过度弯曲 两者的配合搭配使用 使得试作人员能够快速布线 AI等高速运算需求暴增 网络需求量也让机房设备数量不断增加 网络布线也越来越复杂 渐渐的无法附和资料传输时所产生的热气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Pandu 28 Gauge的调节线 来挪出机房的空间 透过搭配增强性能的模组化插头 及获得专利的模组安全锁 加强移动的便利性 打造出最舒适安全的机房环境 达到空间利用最大化 国中电脑作为最专业的系统整合商 我们提供客户最专业的技术顾问服务 透过技术创新设计与多年系统整合的经验 在高效能永续智慧机房解决方案中 未来也可持续规划空调消防电力管控 能源管理调配等解决方案 成为落实企业ESG各项指标 与成本控管最实用的应用系统工具 如果您也有以上需求 欢迎与我们联系 更欢迎您来展示中心 请神体验高效能永续智慧机房解决方案 全系列产品 期待您的到来 国中电脑将提供您最完善的资讯科技服务